这是义和园的学姐 再讲长一点点,她刚刚没有录到 义和园也是最大的皇家园林 如果你们要去,中间叫佛祥阁,后边叫智慧海 这里边的建筑,因为当时乾隆建后来慈禧,他一直在当夏宗 夏天的时候避暑在这里,前边有个亭子,它叫芝春亭 每年春天来的时候,芝春亭这家的树的仙绿 它叫芝春,一看这儿的树绿了,春天就来了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义和园看看,义和园有的建筑保留的相当完整 冬天有开放吗? 一年四季开放,而且它的门庙还不贵 冬天据说十几块钱,最高方面而已,就人民币三十块钱 它一人不涨 再把它换成开放 谢谢大家 很高兴 感谢观看